烦恼分别如此的妄念将不会对自心产生任何的干扰 因为烦恼已经转为智慧了 它有非常强大的能力 这就是所谓的大手印不破不立的境界 但是在一个行者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 以智慧照见烦恼本性的境界之前 还没达到如此的境界时 一定要守护自心灭于烦恼的干扰 这是必然要确知的道理 这也不容易 但能够做到这里 不容易 把网友打了 打了他说的 我把眼网给我打了 曾经我说,那我这样是怎么说,我说,我那是 Attend Taichni,我现在就这样说之前啊 我说成为了尊敬佛,您也是一个人来讲,您是不能按照,您也是不同的 sexuality and justice 她在歧視前的 十二度的天前 她在歧視前的歧視前的歧視 她在歧視前的歧視前的歧視 接下來 不揀不願意 不違誓言暗中登 我们说禅修是不涣散的 安住在所抉择的见地当中 所以禅修跟见地是不会脱节的 抉择见地之后 不涣散的安住就是禅修 当你安住在十项的见解当中的时候 这个见解实际上是无有所住 没有能住所住的差别的 就是无住 你不思任何一法 它是超越性的 了知心的本性 犹如虚空 如果你能够弃合 无有所住 无有思权 没有思维 没有任何的思维 作意 心性如同虚空 那么就自然地符合三昧爷的道理 这样子来守护三昧爷的视野 就好像是一盏非常 它的灯光非常强的灯火 能够照亮旁边的一切黑暗一样 这个就是智慧的力量 能够焚尽 能够焚烧一切实有的执着 就像是我们看到所有愤怒本尊 他们的背后都会有智慧的火焰 它指的就是自然安住在不住不远 无可超越的真实意的境界当中 但是我们也要同时想着 在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前 所有的勤作努力都还是必须的 让人给家人来说 所以我们想着弹完 他是开心的 我们在这种场合法 我希望有些培负年 也是感到能够到 那呢 所以我们在整个体能够 是 但是 你不想着这些 我还想着这些 那么你不想着 吃什么 它放大 当朋友和宅导话说,我不会有一个找到这一流出了 在习近乡在习近习近乡的裤子 在习近乡的看着习近乡 就这里也不过,为什么不捅 在跟他做事,想要求你一般。 在那裡,你能不能做事。 你能做事,你能做事。 你能做事,你能做事。 你能做事,你能做事,你能做事。 你能做事,你能做事。 人家被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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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人有差弱有差弱什弱的下弱 就是别招嗲 我哈哈哈 сделали 这种这种人的无事用的 他想起什么去切得到上面 下过来的他 东西跟口中的他在口中的一样 他都口中口中的一样 若离意图不住边 今上诸法见无余 前面讲到了 如果我们有所企图 有意图的话 这个最终的意图 我们最终的追求通常是什么 通常最终的追求就是 实相 就是佛果 现在我们 已经超越了这样子的追求 超越了这样子的意图 了知心的本性即是佛 当下就是佛 我们对于心即是佛 当下即是佛的这个道理 产生了由衷的信解 这个就是不住边的道理 它是究竟的佛的状态 再来 经藏诸法见无余 我们应该要晓得的是 经藏诸法代表着一切佛陀的话语 佛陀讲了那么样多的教法 他的意思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 他都要导向就近唯一的离去 究竟唯一的道理 这个唯一的道理谈的是什么呢 一切佛语全部回归到一个主题上面 就是宣说二帝证件 二帝的证件 它最终的关怀是 了知佛与众生是无有差别的 佛跟众生在基 共同基础本性上面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伦念无别的道理 那么讲到二帝证件的时候 首先是确立世俗地当中的 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 了解到苦因跟苦果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了解到我执就是造就一些痛苦之因 而慈悲就是带来一些快乐的因 由于透过慈悲的力量 消融了如同冰块一般的爱我执 当爱我执完全不见 就能够成就无恶的智慧 这时候就好像是结冰的海水 完全要回归到海的本体 这时候我们的心的本性就契合了佛陀法身 那个如同大海本性的 就是本来的心的本性 就是佛陀的法身 这样子的境界就是了知 真正佛与众生 佛与众生无有差别的真正的了意 这样子的了解 透过禅修可以完全加以体会加以确认的 我们就会在禅修当中晓得佛跟众生没有差别 我们的本性都是完全一样的 由于佛跟众生没有差别 所以轮回对于这个了悟者本身来说 轮回也不存在 念也看也不存在 好 如果说 随时 开心 其中文章 有些人说 在学校 我们在学校 这个佛业 出演了 内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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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人家比较多 童鞋子有钱 人家比较多 独éri都多 相比较多 因为人家比较多 虞习都会比较多 人家比较多 Indigenous molto教育 要多久 但是我老子说 德海人喜欢地你 Displaysade 虾仁山战亡 虾仁山战亡 我能以吾神山战亡 一件事是否定的 一件事在涣子上 一件事都想到 事物都在涣子上 有任何人都都想到 那你的女生也是 事物都想到 人生是在涣子 人都想到 那就是她的女生 我们看到这些不 gäller,在这些人間就知道 有没有太多多或是 要求我们的理解,我们知道 这些人 会给我们的正硬 我们知道现在的 正硬是,正硬是正硬是正硬 是,我们是否定 我们就不得如果我们的评言,如何是正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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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这是我做的 正硬是正硬是正硬的 我们就是正硬是 正硬是我在 正硬是正硬 而已还不来与 transmissions密培学 照 生意 赞 生意悔 申许的 peque世根 产生疑 在人物背上農学的还有人 入学会的同学,但这些是在家里面 和他们的家里面有很多男朋友 那是跟父母讲的一句话 也许说,一番好有的地方 以来的地方是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我认为他们有很多人和阿弥陀佛的语言 我认为他们有很多人 接下来看到等池烧毁无名杖 所说即是叫明灯 等池指的是入定的智慧 透过入定的智慧能够潜出无名 我们现在状况是因为有自他二元对立 所以以这样的无名心而产生业 并且以这样的无名心生起烦恼 又烦恼而造业 并且有与业相关的习气 我们被轮回六道给束缚的力量 就是来自于最原始的无名 就是二元对立的执着 自他的二元对立 那么六道的苦难相 实际上无非就是烦恼展现出来的本来面目 烦恼的自相展现就是六道的相 他说穿了六道也就是烦恼的本性而已 那么假使能够安住在十相的了物当中 就能够完全的进化无名 也就不会造业 这时候所造的业跟造业者 本身都不存在 那也就没有业可言了 这是指在已经撤见了轮回的 撤见了十相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叫做烧毁无名的盖章 我们应该晓得究竟的无名 就是自他二元对立的执着 而就像是密勒日法尊者所说的 见到心性无二性即为最殊胜之见 他有这么一个开始 就是最殊胜的见解就是了解心的本性是无二的 这个就完全焚尽了无名了 那如何能够了知呢 只能够透过禅修自己去体会 没办法从文字的表面去了解什么叫做无二性 什么叫做心的本性 我们是不可能用文字来抉择究竟实相的 而如果你能够透过禅修而真正的契入了无二性的话 无二的智慧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教法明灯 这个就是佛陀在所说的一切法当中最为究竟的教法 佛陀所说的一切法 无非就是要导向自尽其义这一句话 也就是说要让众生体会到众生本为佛的道理 当暂时的课程染污 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的 就近无名得到净化的时候 如同虚空一般的佛的自信就展露出来了 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就应该要反复地去串习这个道理 就是心性如同虚空 心与虚空无有差别 这是一个层面 在在地跟大家提到了 心如虚空 心与虚空无别 我们应该反复去串习这个 并且反复地串习 由心而无别的心性本身 能够展现出无穷尽的报生功德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反复去串习的 所谓的教法明灯指的就是这个 当我们能够透过世俗菩提心的熏修 而成就对心性的了悟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遣除黑暗的教法明灯 它就是自尽其异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那个环节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菩提心的教法的话 我们的二元对立的心将没有办法获得解决 那么我们的前程就是从黑暗走向黑暗了 因此所谓的教法明灯指的就是能够遣除黑暗 它指的就是拥有菩提心教法的那个时代 就像是我们说时代分为明节跟暗节 所谓的明节指的就是有菩提心教法的时代 就叫做明节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教法的话 那么我们将无从去解决最根本的无明 也就是二元对立 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为暗节 这里所谓的教法明灯的这个灯 是从外在的光明来做诠释的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例子 用太阳光也好 用灯火的光也好 它指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它要反映的是内在心性的光明 也就是体性空自性明 明空双运的那个本性 因为比如用家的虚无不合理 我用的是日常就去看 我们的胸目的眼睛 我们的颜色就是 我们的享大平 因为身体的按下 我们有时间'll come 我们的颜色就是 我们吃到的 我们吃到我们的食物 我们吃到它 我们吃到一间的脊子 我们搅了一含 我们吃到一间的脊子 我们吃到一间的原来 人吃到了一间的保鲣 我们吃到暗 Uber 不是,我總是在臥巴裡面,臥巴裡面,臥巴裡面,臥巴裡面有三種樹木設計的, 我都想說,臥巴裡面有三種樹木, 我都想說,臥巴裡面有三種樹木的樹木, 但是臥巴裡面有三種樹木, 在我們裡面有三種樹木, 跟我说:"你不知道你不说什么?" 所以我是跟他们他们都说 他们说我现在是个人的 这就是个人的 是个人的 就是个人的 我想是 这就说 这个人的 这就是 这就是 你 是 那么 隍蔷五十五十三十二十一毫頭額 但你只會 нат鎮住 你ょ會死 根本仍有關 你不是朱古老人 你不是朱古老人 是不是朱古老人 你不是朱古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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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业 yar бор握 我们的词量没了 录像是不咀嚼21 早上是我 非中国华党是出现的 若是哪些人的 我们的别人都这样 我们要管理一下 如果我们的人都有人带吓赛 我们的每个人都在带唤的 否则所在的 我们说他能不能弄 他为何很弄 不幸此役 愚夫众恒常漂泊轮回河 悲怜难忍恶道苦 什么叫做愚夫呢 就是愚笨者 为什么称他们叫做愚笨者呢 就是从无始以来至今 生生世世 由于不懂得思维 业力因果的道理 不懂得狭满人生的珍贵的价值 所以造下了许多恶业 他们的缘分 非常的低劣的这些众生 叫做愚夫或者是愚笨者 有些人会喜欢谈佛教徒的身份 标榜自己是佛教徒 别人不是佛教徒 实际上到底是不是佛教徒的关键 在于能不能够看待慈悲心 能不能够正视慈悲心跟菩提心的价值 很多人会说 这个世界上佛教徒的比例相对较少 实际上这也不是实情 为什么呢 因为皈依佛法 皈依内道 它也分为了外内密的三种层次 外的皈依指的是信寿三宝 受皈依界的人 称为受三皈依的外的佛教徒 外的内道徒 内的内道徒是什么 内心当中拥有慈心悲心跟菩提心的修行者 叫做内在意义的佛教徒 秘的内道佛教徒是什么呢 秘密层次的佛教徒是指 心相续当中拥有成佛的潜能的 也就是拥有佛感性如来藏的 那如同我们所知道的 如来藏是骗流到一些众生内心相续的 没有一个众生以外 所以所有的众生 广义来说都是秘密层次的佛教徒 差别只在于你跟那个心性 本性的距离远近的差别 仅此而已 所有的众生都是普遍具足 内在意义的佛性 透过这样子来认识所谓的皈依 认识所谓佛教徒这个身份的话 那么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都自然能够产生清静观 自然能够产生慈悲心的 所以要懂得在还没有书证境界之前 战事上应该要善加守护业力因果 善加的去培养对一生的慈悲心 要设法着手对于因果的信寿 跟慈悲心的培养 这件事极其重要 否则的话 我们假使不懂得业力因果 不懂得慈爱他人的道理 那么我们就会随着六种烦恼 而流转六道 比方说地狱是否存在 地狱当然存在 它是称心的展现 我们看到很多在这个世界上 冲突非常多的地方 很多战乱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会感受这些苦果 就是因为内心的称心烦恼作祟 同样的吝啬心的自相展现 就是恶鬼道 它就会导致众生感到 恶鬼道的业的显现 如果说一个菩萨 他心里面充满了菩提心 充满了慈悲心 那他的境界就是另外一方面 慈悲心的自相 也就是清静的差度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三二道 六道或者是净土是否存在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是否存在 而是要晓得如果具足如是因 必然会有如是果 所以因果关系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可见的 比方说地狱不可见 清静差度不可见 所以就否定它的存在 我们仍然是可以从它是 新的状态的自相的展现来了解 哦 净土是确实存在的 地狱也是确实存在的 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于 叶利因果的充分理解跟信节的话 就会产生很多的弊端 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道理 他最后就会尝到苦果的 尤其还法定一种 同意呀 但累卖两者宣分虚建to 谁暮求言权弥 碜老师 如此 extreme 对他们的 所以它在小时候 里面的隆重地说 到有离家的隆重地 这还是de味道 对人说是什么, 谁说是教的话 在特质上迁和隆重地说 所以我们今天在乘来 我们在书来书来 我们现在书来书来很做的 有些人没有找到他 fruits or fruits 这个也不能用 你不想找到他 或是真正儿去找他 从船长来教会 去寻找他 从船长来教会 做一本的话 总是一般做一本了 但是每个人都在个地方 共有点哪个人 产生就位 这一切都不反映了 你还有一些人都不反映了 这是那一切都不让他这样的 嘛 我闪牙是山章神的闪牙 闪牙山章的经济 闪牙山章的经济 鬞上都是三赤方教你 孤立会从来解释 因为über有爱的人 我隐ア的作读 暖了心相 我们想拥抱 这不然是没有人是欠元 Xions 我这可能在独播内 诸官在 而是,全是隆藏光绑的 同一字的宿告都想着 宿告都想着 隆藏光绑的空 我认可让部门助模 致 touring事務的 他是别人 他觉得他不是多玩意 他他会去多玩意 可想不让我再玩意 他的商务 黑人为了 我住的家 修力 我看到他们,他们也认识, 我就是数好人来唤出去了, 我 digits让你们筩放在那里, 根据他们以前说, 带走把企图交给你的企图 所以没有学到自己的教科 有一个学生的社区 在里面我们这些社区的社区 为我处理你 呼吸的出口水 用体供流 人们停在哭声 通常以為歇息 我们必不忍耐心的 那我们已经不忍耐心了 这些人是在奥德国 那有些人在奥德国 在奥德国中凡的出口 那些人在奥德国 这些人在奥德国 自 сами奥德国 这样的 我说 对我说了 无论他佳余 对我说 这样的 我 因为同同一样的就出现来了 这可能 悲怜 难忍 恶道苦 欲托 苦衣 善巧施 这些众生 他们 现在非常的苦恼 因为非常愚昧 无知的缘故 所以在六道当中受苦 如果要远离这些痛苦 摆脱这些痛苦的话 就必须要依止善巧的 具足智慧的师长 应当依止善知识 那么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 就要像 至尊命六日霸尊者所说的 开示一样 他说 重点并不是 这个上师心相续当中 是否拥有教法 续部的传承 口诀 或者是他有没有辩论的才华 这个并不是医师的重点 重点是上师俱卑 俱足大卑 上师对于众生跟弟子 拥有广大的悲心 这个就是依止善失最重要的条件 当我们在依止善失的时候 应该也要晓得 善失本身也分为外在 内在跟究竟的善失 当然 对于外在的善失 就是形象的善失 的信心跟恭敬心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比起 善失的语言跟善失的心意 善失的身就相对微不足道了 善失的身当然是生且 可是这个是坏灭法 它最终是会消亡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到 比起善失的身体来说 善失的语言更加的重要 善失的语言就是正法的内涵 就像是你们对我有信心 我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最重要的是我所说的话语 这个比我的身体更加的重要 为什么我的话语重要呢 因为我的话语是尽力的讲说 佛陀所传下来的正法 它是正法的内容 所以是重要的 因为我运用的是佛陀经得起 考验的圣教量 或者说佛陀所讲的合乎标准的 合乎检验的教法内容 所以是值得尊敬 值得产生信心 跟公敬的对象 那么也不是说只是单纯它是佛语 所以它重要 是因为它经得起考验 比方说当讲到世俗地的时候 说世俗因果真实不虚的道理 这点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错误的 我们在宣说因果真实不虚时 就会晓得 原来要获得快乐 必须从快乐的因下手 那个快乐的因就是菩提心 所以应当要升起菩提心 藉由升起世俗菩提心 最终才能够通达圣意的无二制 这个就是